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MyBetus框架 那今天呢,接着上一节课我们继续讲解它的核心配置文件 还剩下四项东西没有讲解 Sitting,ObjectFacture,Plugin和Map 今天呢,我们先讲这个ObjectFacture 我们先看一下ObjectFacture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讲过了这个TypeHandle 它是在设置参数和封装结果的时候呢 都会通过它来做一个转换 那ObjectFacture呢,它的作用就是说 当我们想一下,当这个封装结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先产生一个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次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最终我们的查询的时候呢 它会封装回一个student这个对象 那在这个用这个上一节课说的这个TypeHandle 做封装这个student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在这个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先产生这个student对象呢 在内存中先实力化一个这个student对象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这个ObjectFacture呢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 那我们的ObjectFacture呢其实是一个接口 我们来代码里看一下 这个 那我们的配置箱里面呢 配置的一个ObjectFacture呢其实是它的一个默认实现 就是这个DefaultObjectFacture 那这里呢就完成了根据我们的这个配置啊 去把我们的这个 最后要封装出来的这个对象呢生成出来了 你看这是通过构造函数 你有一个instance出来 那具体这边代码呢就不带大家看了 因为时间有限 而且这部分内容也相当深 不是我们入门课程可以讲的 那现在我们玩它怎么玩呢我们就继承一个 它的默认实现的一个DefaultObjectFacture 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再继承它一下 再写一个它的实现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这个接口里面所需要实现的方法 我们都给它复写一下 嗯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create就是生成这个对象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打一个log我们看一下 那其实这边有两个 这个是带它的构造参数的一个实力化 那这是不带构造参数的 我们就用这个来看好了 然后这个类写好之后呢 呃我们在配置文件里把它配置一下 就是这儿 Optifacture指向这个类 然后再一个属性 这边只可以设置这一种属性就是property 我们待会来看这property怎么用 嗯 那这样配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程序呢再跑一下 就是你看会出出来打打出来两句话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为什么会打出这两句话呢 也就是我们看一下这儿 当我们查询结束完成的时候呢 它其实第一步啊 它是先查询出一个集合出来 因为这可能select新from一张table对吗 它可能会查出多少记录 那先会要组装一个list 然后呢 再转成这个student的独立的对象呢 最后再把它封装成一个student对象 所以呢它会生成两次 也就是说在这个执行了两次啊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object factor里面呢 它会做了这两次 所以呢打印了两次画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在这个里面不是设置了一个属性吗 property 这个值啊 这个property的值啊 它会把它set到这个 通过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存在的这个方法 这里去传到这里来 把这个property这样传进来 那我们把这个打一下试试看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property的这个值啊 给它打印出来 就是我们设置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name 就是我们在这儿设置的这个name 它应该会把这个cf打出来 那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更加清楚的看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object factor啊 它是怎么使用的 那其实真正在这个 我们的商业项目当中啊 其实很少用到这个属性 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属性呢 也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 整个mybinis的这个运作流程 好那下面我们呢就来看 第二个 下面我们接着讲这个plugins 那通过配置这个plugs呢 可以对我们这个mybinis的 执行过程中做一些拦截 那在下面我们有一个课题呢 会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分页查询 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plugs怎么用 plugs啊它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mybinis 这个官方的文档上讲的东西 mybinis允许在映射语句执行过程中 某一点进行拦截 它会对这些对象的这些方法进行拦截 比如说我们随便看一下execute 它执行的 它是一个执行器 就是执行各种查询啊 更新updatequery查询 commitrobux系统组 我们在代码里看一下execute 所以不要选错了 是这个execute 我想可以对这些方法进行拦截 对这些方法 那如果是这个设置参数呢 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可以对这两个方法进行拦截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准备一个例子 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每一个seecute的执行过程中呢 把这个seecute语句给打印出来 那我们呢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拦截器 我们自定义的 那这个自定义的这个拦截器我们看一下代码 show seecute plug-in 其实每个拦截器它是怎么怎么写的呢 它都是继承实现了这个intusepad这个接口 然后呢复写它里面的这个三个方法 点不进去了 复写这三个方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intusepad这个方法 你看到名字就就知道我们的拦截 它的翻译就是拦截嘛 这整个拦截都在照实现了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实现它的呢 这有个拦截目标 可以拿到它 然后拦截完了之后呢 又会把置信丢回到它这个序列里面去 置信序列里面去 那所以呢我们的拦截就在照做了 这里很简单 我们就是我把这个log打开来 那就是从这个statement press statement里面呢 把这个seecute给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置信效果 好看这个seecute就被打印出来了 那这个plugin呢 我们这边就暂时先讲到这 在下面的分页当中呢 我们再会对它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讲解 那其实这个课题呢比较深啊 嗯 你只能带大家点到为止 那这边插一下 如果说真的就是说需要 其实我们这个是蛮实用的 是真的需要在我们mybitis 执行过程中呢 经常查看我们的seecute 在我们的log里面 那真的是不是这样做呢 其实跟你们讲啊 不是这样做的 mybitis呢 也提供它的它的log机制 那可能要需要大家去了解 一些log4G方面的知识 那这里呢 我只是为了写这个事例 并不是说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看seecute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它的下一个属性 maps 看到这个属性呢 其实大家就很熟悉了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啊 已经用了它了 其实呢 这就是在这儿 我们提供我们的这个 map印象文件 那这里呢 我要插一下就是 其实大家会用啊 就是 呃 可以把map文件呢 指向进来 这里呢 我们是用这个classpath里的文件路径啊 来指向的 那其实呢 还有其他几种方式来指向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文档上面吧 比如说这种 它就可以直接 用这个class的这个包名啊 来指向 那我们试一下 说这里我们把它 这个包名是什么呢 嗯 就是就是这个包了 我们把这方注释掉 再执行一下 也是可以运行的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方式呢 还可以通过文件路径来指向 那这个我就不试了 它直接指向硬盘的这个固定的目录 那最好呢 实际是这种方式 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其实是这种方式 它提供一个package 直接把package的这个 呃 名字给放进去 它就会自动去找这个package 一下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mapping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 有很多很多的配置啊 我们就不需要 不需要写很多行了 对吗 来我们试一下 注释掉 package 然后呢 它应该像这个包 这样运行一下 也是ok的 这种配置的方式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Anius 类似 这样的配置很方便啊 就不需要每一行 每 对于每一个map 都去写一行 好 这个map呢 很简单 就讲到照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settings 这个settings呢 其实非常复杂 里面的内容 那留到照讲呢 其实我们只要理解一下这个 虽然它很复杂 但是对我们这个使用啊 入门的使用呢 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ttings干嘛呢 我看一下它的文档 好 setting呢 其实就是改变mybitas运行时的行为 它里面有各个项 各个项呢 就是对整个运行的时候做了一些设定 那其实每一项呢 展开来讲都是很很复杂的一节课 那而且呢 就是说有很多并不是mybitas里面支持 它牵涉到很多数据库底层的支持 比如说像这种允许JDPC支持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带大家演示看一下有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缓存属性 这个配置属性呢 将会影响着音色器里面所谓的缓存开关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我们的查询语区里面啊 我们这边查询了一个student 如果说我们再查询一遍 比如说student2 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就是说大家观察什么呢 就是观察这句话 执行的sicle 我们讲我们每次查询 他都会经过一个set parent的这个过程 那现在只打印了一次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查询啊 只经历过一次 那知道明明我们要跑两次啊 那为什么只打印出一次来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 我们这里的说的这个这个属性啊 系的作用 我们说的查询的缓存都开着 默认只是true 有些缓存都开着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查询是完全一致的时候 你看现在是查询的这个sicle与g是一样的 设置的这个参数是不一样的 设置参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他只会 他不会再帮我进行第二次查询 他直接从缓程当中把这个内容给取出来了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参数换一下 这是二 真的是三 我们再跑一下 看这边就会有两句 你就执行了两次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句话他没有跑sicle一句 没有再执行sicle一句 直接从缓顺利拿了 那这句话呢 因为参数不同 他又跑了一遍sicle一句 那这个设置呢 通过这个设置呢 我们可以改变它 我们来试一下 settings 这里就其中有一个 我们就设置这个setting 然后默认是去我们把它改成force 然后呢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他依然还是执行两句 也就是他还是走了缓程 好像这个属性 它没有起作用对吧 明明我们把缓程关掉了 那关键点呢其实是什么呢 这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在这个map里面 对于单独的每句话呢 他也有个缓存开关 这块呢 怎么知道呢只有看文档 在这里不可能带大家把每一项东西都看了 他这边有个叫refresh catch 就是他会强制去把这个缓存啊 去刷新一遍 这里呢我们把它设成true 就是说我们每次查询的时候啊 都要把缓存给清一下 我们再来跑一下 看 这时候就执行了三次 也就是说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查询啊 它缓存关掉了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该三遍就是三遍 那这里呢settings呢 我们只能给大家抛砖引玉啊 讲一下这个这个概念 那其实这里面每个参数啊 大家都可以通过去查文档去看了 这边一个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能由于时间关系啊 就不能给大家一个个去讲了 我们要尽快的进入我们的mapping 其实那才是真正的这个 Map list的实用核心 那好经过这个 五堂课大概是五堂课的这个内容的讲解呢 我们把这个map list核心文件全部看过了一遍 那尤其最后一堂课呢 我们一下讲了这四个属性 其实都是欢迎这些属性的一个简单的入门 真正大家要 但是这些入门呢 已经完全够大家使用map list了 呃如果大家真的需要对map list进行一个深度的了解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些属性的都去玩一下 并且呢结合它的原码去把每个属性都试一下 这样呢对整个map list的 呃 框架呢就了难于凶了 但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呢 并不需要到那个那么精深的程度啊 行呃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